如何从地球看太空 自从文明时代的开始 为了生存 人类需要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 这包括天气预测 环境风险判定 自然资源管理 和提高对气候的任意 如今太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独一无二的天文台来观测地球 收集一些自然现象的基本信息 基于地面、船舶及飞行器的观测系统 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它们的视野是有限的 从太空你可以看到地球的完整图片 从而绘制精准的地图、测量和监测环境问题 比如降雨量、土地的森林砍伐、海平面上升等 嘿!我的名字是魏武! 在这个科普系列里我会告诉你 我们是如何从太空观察地球的 我们使用摇杆器 是一种能测量电磁波的仪器 电磁波是地球本身发出的能量 如果从地球表面反射到太空的能量 从地球表面发射或反射能量的方式 给我们传送了关于地球的重要信息 虽然我们不能测量声波 因为它不能在太空的真空中传播 但是电磁波可以 它在真空中的传播速是30万公里每秒 不过想要到达地球 它得穿过大气层 想穿过大气层 它们的电磁波谱 必须在被称为大气窗口的特定范围中 无线电极微波 红外线和可见光的平带 在这个大气窗口中 为此我们用接近22000MHz到183000MHz之间的波段 研究大气湿度 也被称为水蒸汽 或接近60千赫兹的频段 研究大气温度 又如红外波段 可以测量物体的温度 即使在黑暗中 利用红外线传感器 还可以看到物体发出的红外辐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